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不陌生這樣 私底下聊天的時候都會聊很多保養的東西 今天Maki來了 我們要準備聊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對女生來講非常重要 一般的女生她其實很難去表達 關於下面的東西 今天就是要聊女性的私密處這樣子 然後讓男生跟女生都可以知道 我有一個朋友 真的是有一個朋友 男生當然就是跟空腹有關係啦 因為我的朋友大多都是這一類的 她是香港男生 然後她有一次跟一個台灣女生出去 可能就是認識 然後彼此交往之後 交流了一下 對 有一天後來就跟我講說 欸拉菜我想問你一件事情 你可以借我看一下你的該B嗎 我就說怎麼了嗎 她說她跟那個女生就是 有稍微接觸一下 結果呢她就是準備要 跟她尋快樂的時候 要開心的時候 對 她就發現說 這個是很久沒洗的 該B還是生嗎 她說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 就這個部分就是 可以搞錯 可以搞錯 你現在不要 這樣還不行阻止 就那兩條 特黑 她就問我說這樣是 正常的嗎 你們女生那邊都那麼黑嗎 我就馬上立馬說 哪有 哪裡有啊 我的該B給你看 因為現在女生就知道說要除毛 對 我自己有發現這件事 就是尤其是女生喜歡穿一些緊身褲 嗯 就是很容易就是 短褲會夾起來 尤其是大腿肉 短褲會夾起來 大腿肉就是比較接近會摩擦 然後就會夾在那個 然後你的腳 你會秀給他們看 你在幹嘛 就是大腿就是這邊會夾住 然後走路太短 然後 然後 然後褲子就會擠到這裡來 欸其實男生會注意到欸 雖然都要關燈 那關 關燈多沒有情趣啊 不要亂關燈好嗎 然後我就不知道說女生會不會注意到 就是有一陣子我也覺得 我自己下面的味道 都會買一些青春 然後就開始會注意 然後才關鍵 幹怎麼黑啊 我是怎麼發現 就是我的外國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會拿鏡子自己看自己的下面 真的假的 或自己照自己 因為國外可能真的穿泳裝 都會有很多款式嘛 像台灣都會有用小圍裙 或什麼之類的 我想說 喔OK 就戴過 然後他們就會自己看 然後我才知道說 喔原來這個地方 也要稍微注意跟保養 而且有些男生他不知道 他會覺得說女生的下體黑 就是經驗很豐富 喔對 但其實第一個是體質 有的人是體質嘛 那有的人就可能是他穿衣服 或是怎樣的習慣 跟飲食可能也有關係 對 第二個 我又有一個朋友 好多 善男性女們 好像邪教什麼的 這個是女生跟我講的 女生自己跟我講的 反正有一次也是一樣 都準備要開心的時候 這個女生已經做得很好囉 他是白的 該比有保養自己知道 雜草也處理得非常的乾淨 但是好死不死 就這個男生要跟他開心的時候 然後就發現說 你知道有時候你可能親人家或怎樣 你就發現說你可能 欸這邊好像有髒髒的 我幫你用掉 然後就有點髒髒的感覺 然後他就想說 男生就要幫他用掉 然後你們知道嗎 他就用手想要去撥他的時候 可能不小心一直到 然後他就說 那個是痘痘 痘痘是那個 痘痘是那個 不是 不是 他剛剛長在那個 什麼的旁 不是那個旁邊 然後他就 等一下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你們冷靜 然後那個痘痘是整個 白白的穿出來 然後之後那女生就還起來 看說欸怎麼了 然後還好他們是認識 就是比較久了 然後那男生就說 為什麼 那個地方有一個白白的 然後整個就中斷 然後他們就開始討論起來 然後才發現說 其實女生他可能 不知道因為有時候你長痘痘 你是不會痛的 對 然後他下體就長了一顆痘痘 可是好尷尬 最後就是翻開之後發現 欸 你已經夾了衛生紙 對這個超尷尬的 拜託你們清潔的時候 可以就是 用濕紙巾 拜託你們 跟你們的姐妹們 真的好好注意 不要發生這些事情 對 要好好的照顧自己的下面 還有一個 一個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有一次在飛 但是我那天是乘客 然後那天飛 我忘了飛哪裡 就是時間比較久 不是那種香港台北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個空姐推測出來 然後我剛好是坐在中間的位置 很可憐 我現在頭髮是不是很亂 我旁邊那個另外一個男生 就我不認識的路人 旁邊又有一個人 四個位子 然後這個位子是近 離空姐最近的走到位 然後中間兩個位再加一個走到位吧 對 那這樣大家沒有問題嘛 然後空姐又出來拿東西給他 因為他好像點了什麼 之後呢這空姐一離開的時候 這個 最左邊你走到位的 最近的那個人 就轉過來跟他朋友說 欸我覺得那個空姐啊 好像有月經來耶 蛤? 你知道有人的嗅覺很強嗎 因為他是坐著 空姐是站著 所以等於說 我站著你坐著 你就會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先不要 如果嗅覺非常好的人 我相信在場一定有人可以跟你說 因為我曾經有朋友 他是可以跟 聞到隔壁的牛仔褲幾天沒洗的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哇也太尷尬了吧 因為 你知道我們是怎麼穿衣服的嗎 我們 我們是先穿一條內褲 對 如果你那個來換 可能就是電影的 然後穿內褲 然後再穿褲 可能有些人會穿生理褲 然後有些人會穿安全褲 之後穿完安全褲 還要再過一層那個 幾燈的那個 襪子 絲襪 因為絲襪不是很薄的 通常我們要飛很久 我們會希望 就是它可以壓縮一點 這樣你才不會 靜脈去 這樣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要裡面 包這麼多層 都悶著 你自己想下去 一包悶在那邊 然後你有時候 用那個比較厚 或怎樣的衛生棉 就會一整包 它會積在那裡 對 味道很有可能就會飄出來 然後我就超級尷尬 我沒有想到 我竟然會有客人聞到 空姐那個來欸 很丟臉欸 但是我有時候會覺得說 好像是因為 用了有味道的衛生棉 有一個女生她去飲料店買飲料 然後她就點冰的 之後她男朋友就搶過來 她就說 幫她做溫的 然後她就說 你那個來你怎麼還喝冰的 這樣 然後女朋友想說 喔男朋友 好貼心喔 就是還記得我的那個精神 她說你怎麼會知道 然後男朋友就說 你不要當你有香味的衛生棉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 大家其實最care的 我個人啊 因為我是一個嗅覺不強的人 然後我眼睛的人 視覺非常強 你知道嗎 有時候女生都會說 欸我的那個怎樣怎樣 就會看一下 然後講一下 有些人真的是 拿出來就很像 昨晚烤燒焦的 這個 這個比喻我一直覺得很精闢 就是我自己也會去注意 就是因為 有時候你夏天到 你就會想要 剃毛 以前毛都遮著就還好 毛剃光的時候就覺得 怎麼會這麼的暗沉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說 就是很像 剛剃完鬍子的大叔 對 而且很刺 對啊 就是有些女生會覺得說 男生為什麼會這麼挑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自己的衛生啦 欸但我覺得這塊健康教育其實蠻重要的欸 嗯 就只會講到說 這是用來生小孩的地方 對對對 這邊是哪裡 對啊 可以放進去喔 那今天講了這麼多之後呢 這一次 是我跟Maki 兩個都覺得還蠻有趣的地方 因為我們討論過這個商品 然後也用過 拿出來 拿出來 我們拿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個 這一款是清潔的慕絲 淨白質感慕絲 OK 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想知道 你們就知道好嗎 那是因為我們兩個覺得這個還蠻特別的 因為你知道 有無數間的下體廠商要找我聊這一類的話題 然後我看到這一個牌子是 有挑過啦 我有挑過 我看說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大多數都是專注在味道上 對 就味道或是清潔而已 因為其實女生的下面是比較偏酸的 是弱酸的 可是有些廠商會用 直接用檸檬酸或什麼的 來調製那個酸的環境 那就跟那個會量的那個衛生棉一樣 對 但他們這一家是用女生下面適合的乳酸 對 女生下面其實還是需要細菌 來維持它的那個益生菌蟲這樣子 然後反正重點是它叫做TS6 然後呢 比較可愛的地方是它有美白這個部分 就是說你可以清洗到你的該B 或你的屁股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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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就穿那個給我穿低腰褲 然後那你穿低腰褲 然後那你穿低腰褲 然後又穿我 低腰褲你乾脆就穿丁字褲可以遮住 你又不能穿丁字褲的話 你那個露出來 你那骨骨 你那骨骨黑黑的 我真的很想拿東西去刷欸 哈哈哈哈 我現在腦袋想像是 他們蹲在路邊然後去刷 然後每一個就是拍一拍 然後我就一直刷一直刷 它這一邊這個凝膠的部分蜜桃換白凝膠 它裡面就是專門在打說 我記得他們有別支是 甚至可以直接拿來當潤化劑使用 因為女生會剃毛 剃毛完之後其實皮膚會乾 就是下面那邊會乾 所以我這邊會買來當就是保濕 因為想說多少可以美白一下 可是其實一開始沒有帶太多的期待 有時候是體質的關係 所以不一定適合 用了一陣子之後發現 他真的變白了 對 那天他就在跟我討論這個東西 然後 他真的變白 他真的變白 我自己用這些產品是還好 因為我算比較懶惰的人 但是他非常做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開始就是超級注重這些東西欸 有另外一半之後就要開始 覺得你非常的先進欸 真的嗎 但是因為我很容易乾癢 就是我下面很容易乾癢 所以現在大家都知道它很容易乾癢 OK 所以說我會去找一些比較保濕的奶茶 因為這不能亂擦 真的 所以就買來 然後就是它還有什麼 3%的傳明酸 就是這是醫學證實有效的 好 蜜桃換白 超級換白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有兩種 不同的形式 是靜白質感慕斯 然後另外一個是蜜桃換白凝膠 然後慕斯基本上是長這個樣子 喔~~ 有沒有看到 然後凝膠呢 它是長這個樣子 看到嗎 對 有膠狀的 欸沒有啊我剛剛把它洗掉了 但是我個人還是喜歡慕斯可以嗎 我就喜歡慕斯 今天 啊 差不多了 啊我們講完了嗎 我們講完了 還有很多尷尬的事情我還沒講完喔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的是我 大家對這個這一類的嘗試 太少太少了 就真的是要好好的照顧自己 然後身體的每一個地方 其實我們可以多去了解 畢竟健康教育這一環 我覺得在台灣的教育裡面 其實真的算蠻弱的 如果你們現在有小朋友的話 其實這個方面 真的要好好的去教她 去讓她認識 去讓她認識 對因為有很多女生會 怕說去看婦產科 甚至家裡人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就是 有一些 性行為 對 對 就完全就是 完全錯誤 我覺得不OK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你幫我說結尾吧 哈哈哈哈 如果喜歡的話呢 趕快按讚訂閱分享留言 在下面跟我們分享 你們在下面 在下面跟我們 你們下面 在下面跟我們分享喔 然後呢喜歡我的話 可以追隨我的Facebook還有IG 然後還有Mati的Facebook IG 那上班不要看也是來個讚啦好不好 OK好啦我們今天在這邊了 掰掰 掰掰 你知道我身邊的男生朋友 就是同志朋友們 他們其實也有在用 他們直接用女性的就可以 因為他們會拿來清洗就是 後面的部位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後面部位其實是很髒的 對 然後就是要好好清洗 而且他們也會用那個來美白 因為畢竟他們後面部位 就是一個比較常使用的地方 不是 大家都常使用 所以如果你是在看 我們 我的影片的那個 同志朋友們的話 對 你們也是可以 不一定 不一定要選怎樣的東西 不然你們就是 還是可以注意一下 自己的保養這樣子 因為很多男生會問說 為什麼沒有專屬他們的下面十幾 女生有 可是因為男生在外面啊 可是他們有時候還是要翻開 我們這樣會不會太多了